好 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現場 剛剛收到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國民黨接下來的總統初選 民調的時程是在7月6號 到7月14號要進行全民調 然後是用式化的部分 沒有加入手機的調查 剛剛收到最新消息 也就是說7月14號這一天 大概就可以知道 代表國民黨要推誰來選總統了 回到剛剛的話題 韓國瑜市長昨天說他 如果國民黨徵召他初選的話 他點頭 他願意參加 他說如果他要當選總統 他要在高雄上班 只是這件事情牽涉的層面 事實上是很廣的 目前在我們線上的 我們的許智傑委員回來了 高雄立委許智傑 要問當地理委的看法 對 嗨 委員好 訊號有好一點了嗎 有 這樣好多了吧 委員你剛才有特別講到說 你也會建議蔡總統 或者其他要角逐2020的人 會建議他們必須要把這個遷督 高雄的當成他們的政見 換句話說 當韓國瑜市長提出說 他要到高雄上班 你是滿支持的嗎 我覺得我跟剛才黃偉哲市長一樣 我們民進黨還是要吃醋 我們民進黨的 所以有忠誠度不可以有問題 對對對 這個沒問題 這個一定要強調一下 那當然就是說韓國瑜他選總統 我覺得我不贊成 我一直希望他把高雄市做好 但是他這個政見我覺得不錯 因為我們長期就是南北 會覺得真的是比較不受重視 所以不管蔡英文 或者是賴清德將來有機會選上總統 我們也希望說 他如果可以有一個 考慮遷督的這樣一個政見 然後你看要花四年 還是花幾年的時間 就把程序國瑜把它設定好 我想這個部分 應該很獲得我們高雄人的認同 委員 剛剛黃市長他也特別提到說 這個遷都要花好幾千億 可是其實真正的民眾的感受 對他們一點好處都沒有 你認同這樣的說法嗎 不會 其實你看 德國柏林有遷都的經驗 加拿大也遷到渥太華 有遷都的經驗 澳洲有遷到坎培拉 都有這樣子一個遷都的經驗 那遷都的就是希望 本來就是原來的首都太集中了 所以他能夠把它分散 或者是分開 或者是平衡 用這種角度來看 當然就是說他不是一年兩年 那可能是他要有一個四年或 六年或八年的規劃 但是這個方向是不斷的在進行 那也希望說高雄跟台北兩都 就是讓他能夠真的是南北平衡 那比如說立法院跟行政院 還是留在台北 那總統府現在也其實也是 是古蹟也用了一百年了 也一百歲了 所以我們如果說在 讓總統府就變成一個古蹟流傳 那在高雄我們蓋一個新的首都 那這樣子的話 我想南北平衡 一定可以來帶動一個 台灣不一樣的新氣象 委員 那蔡總統在2016年的時候 在高雄有一個總統府的 南部辦公室 當時成立的時候不知道你有沒有去 那沒有想到聽說 有 我當時在現場 真的 這麼多年來聽說只有用一次 然後去年12月的時候 收回去給高雄市政府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這個我可以幫總統講一下話 事實上像韓國瑜所說 說一個人在高雄上班 真的是我覺得有一點在呼嚨我們 或者是說他可能不懂的就是說 他不是一個人在高雄市 總統就可以在那邊上班 剛剛羅志強提到的 很多的危安的問題 國安的問題 那很多周邊要聯繫的問題 那他是一個人來上班 還是要一群人來上班 那他是每天都在這邊上班 還是一個禮拜或一個月來一次 這個部分可能他也不了解 那以蔡總統的例子來講 其實我在其他地方 也曾經設過辦公室 但那個辦公室 如果你沒有相當的工作人員 在那邊的話 你去那邊其實變成 只是在那邊坐 你很難在那邊辦公 所以其實這個並不是非常的務實 所以就是說當時蔡總統 他也是有一番好意 但是發現這樣子 真的是不是非常可行 所以我們現在也告訴韓國瑜 你要一個人在那邊上班 也不是非常可行 你如果要的話 就是要一個比較整體的 完整的規劃 而不是說說到 那當然他很厲害 他這個話題性很容易主導話題 然後說一句話 大家全台灣都在討論 但是我要告訴他 這一個真的不是你一個人 說要在那邊上班 就可以上得那麼順的 你要做長期的規劃 才有辦法履行你的諾言 委員 那如果有其他人 包括民進黨籍或國民黨籍 在提出遷都這樣的政見 那你也會質疑他說 這個可行性評估各方面嗎 對 沒有 遷都的政見是OK的 就是說他可能要有一個 比較長期的規劃 而不是說我沒有要遷都打算 然後我在高雄上班 這個就比較誇張 那你如果說在台北上班 你偶爾到高雄有個休息的地方 或偶爾去傾聽一下名義 不是很長 那這個我覺得 你講的話可能可以落實 那你如果說你都要在高雄上班 我剛剛問說你是每天嗎 每天我可以跟你保證不可能 那你等於說又是空口說白話 所以我覺得我們講話要負責 就是說我講這個話出來 我真的是可以實現的 我覺得要往這個方向去 所以如果他有誠意 我建議說他可以直接把政見 就是說他打算要遷都 那我們做一個長期的規劃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第一棒的許志杰委員 謝謝 再見 來自高雄的新生 因為他是高雄在地的委員 他也覺得事實上 要重視南部的意見 但是我覺得剛剛委員講的 其實是一個蠻務實面的問題 你一個人去那裡上班 這件事情要牽涉的層面 真的非常的廣 所以他剛才提到 這個南部辦公室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有點摯愛難行 所以就把這個辦公室 他大概也很悶 因為畢竟民進黨執政 有一段時間了 如果說真的把南遷到高雄 當一回事的話 其實應該早就開始規劃了 不過到現在好像沒有看到影子 但是他也肯定 韓市長的這個想法是好的 對不對 其實他覺得如果要實行的話 沒有那麼簡單 同時他還是希望 韓國瑜市長留在高雄 好好的這個治理高雄 說到韓國瑜市長 今天早上的市議會 又有最新的狀況了 沒有錯 因為大家很關心他 他主張的庶民經濟到底是什麼 他所謂要把這個貨推出去賣出去 那個人要進得來這一塊 到底要怎麼做 韓國瑜市長 他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講得非常清楚 要搞好庶民經濟 基本上社會就會變好 來聽一下他最新的說法 這四個月來 其實我一直在執行 就是人進來或出去 因為這是剛開始 也就是我所擔憂的 所謂的庶民的經濟 那我覺得如果從一個社會結構來看的話 基層的民眾過得好 整個社會都會過得好 因為基層很容易被忽略 這就包括農民 漁民 勞工 還有小個體商 庶民經濟 也就是包括所謂的批發 零售 物流等等 像這些 如果這些人生活能過得好 大致上來講 這個社會就比較 能夠過得比較複蘇一點 再來一個就是 很多弱勢族群長期被忽略 像我們如果去了育幼院 關心一下沒有爸爸媽媽的孩子 我相信全高雄市 甚至擴大一點來看 大家對沒有父母親的孩子都會關切 這個是一個心理的問題 那我們豁出去一直在進行